我们经常说抛弃幻想准备战斗 可是在拜登出访以色列之前 我用情绪代替了理智 幻想拜登能取得一个好的结果 期待拜登能约束以色列 屠戮平民的暴行 因为我已经实在不能接受 每天看到大量的视频 可怜的巴勒斯坦儿童 被以色列的炮弹撕碎 我以为拜登好歹要装作像个人的样 可是呢 所有的结果依然是验证了伟人的那句话 任何时候都不要对美帝国主义抱有幻想 关注土豆 今天咱们和大家聊聊 以色列即将屠城 加沙能否立挽黄澜 也欢迎将您的高见打在公屏上 大家一起交流 好了 长点点赞 我们继续观看 作者一个坏土豆 演播卡加 拜登一见到内塔尼亚湖就开始睁着眼睛说下话 开始为以色列开脱 在铁证如山的状态下 胡说八道 说和以色列没关系 并表示对以色列的支持 坚如磐石 拜登卑躬屈膝的说 希望能多一些人道主义物资进入加沙 我也不知道拜登是在副作姿态 还是在和以色列演戏 但是我真的希望他还能有一点点残存的人性 可内塔尼亚湖斩钉截铁的说 绝对不能让这些物资落到哈马斯手中 内塔尼亚湖的意思 就是要把所有的加沙平民全部饿死 拜登匆匆结束以色列之行 可能确实坏事做的太多 挣扎半赏后对记者嘟捞了一句 以色列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但事实是 如果他们有机会减轻无处可去的人们的痛苦 那就是他们应该做的 这句话 他应该不敢对内塔尼亚湖当面说吧 谁是爹谁是儿子 现在已经一目了然了 就在拜登出行以色列的同时 联合国关于巴以冲突的第二轮投票正在进行 第一轮投票是俄罗斯的提案 希望终止屠路平民的暴行 结果被美日英法当场拒绝 美国的理由是 是哈马斯先攻击的 首先要谴责哈马斯 这次第二轮的投票是巴西的提案 敦促各国遵守国际法 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 敦促向平民提供包括水 电 燃料 粮食 医疗用品等基本服务 敦促撤销要求居民撤离加沙地带北部的命令 保障人道主义援助 为了让这份议案顺利通过 巴西首先在提案的开篇 严厉谴责了哈马斯 巴西的态度非常卑微了 说对对对 都是哈马斯的错 但现在能不能先给予加沙人道主义援助 不要再屠杀平民了 结果这份提议依然被美国一票否决了 美国的理由是 巴西没有提以色列的自卫权 这个意思就有点明确了 那就是以色列屠杀妇女和儿童 是因为以色列在滋味 虽然那些妇女和儿童死了 但以色列才是受害者 美国要证明以色列屠杀平民的行为是合法的 我想这一次 以色列对加沙的无差别攻击 终于让所有人都明白了 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 为什么只有34个国家将哈马斯列为恐怖组织 其他的170多个国家根本不承认哈马斯是恐怖组织 两年前曾经有外媒采访过一名哈马斯武装人员 这段视频被广为流传 记者问他为什么如此痛恨以色列人 为什么要发动恐怖袭击 他的回答是 记者问他这和宗教还有巴勒斯坦国家有什么关系吗 他回答 不 你说的那些我们不关注 我们只想复仇 记者又问 我们 他回答 是的 这里的战士都是失去一切的人 他们和我一样都是为了复仇 以色列仅仅对加沙医院的轰炸 就导致了700人的死亡 其中大部分是儿童 我们想一想都知道 那些失去了家人和孩子们的巴勒斯坦人 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复仇是他们的唯一目标 这就是为什么明知道驾驭者动力滑翔伞 十死无生 有去无回 依然有一千多人义无反顾的选择了出发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想活下来 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 不说受伤的人 现在死亡人数已经超过4000人 仅儿童就超过1500名 但是禽兽的屠戮才刚刚开始 沙龙 以色列的前任总理 利库德集团的创始人之一 沾满无辜平民鲜血的柜子手 他10岁就加入了犹太富国组织 在1947年 年仅19岁的沙龙就率领30个部下 潜伏进巴勒斯坦大开沙界 无差别的屠戮妇女和儿童 因此而被以色列作为全民偶像 而快速进入政坛 沙龙倍加振奋 开始疯狂的制造恐怖袭击 并主持了震惊世界的贝鲁特产案 造成1700名妇女和儿童遇难 也就是从他开始 沙龙给以色列列了个规矩 所谓十倍血肠 就是一个以色列士兵死了 就要十个巴勒斯塔人偿命 但是以色列天下无敌的神话 都是无耻的犹太媒体硬吹出来的 对比只有投石锁 钢管火箭筒的哈马斯 以色列的战斗力确实很强 对于稍微有点重火力 有坦克的黎巴嫩真主党 以色列就真的打不赢了 总是胜少富多 打了十年真主党越来越强 以色列最终撤离 可是所谓十倍血肠又必须要执行 所以就全部杀平民凑数 十年离义战争 以色列士兵伤亡673人 黎巴嫩伤亡7321人 勉强完成了十倍的任务 但黎巴嫩伤亡的超过82%都是平民 真主党的伤亡不到1500人 这7321人中 根据国际组织调查 12岁以下的儿童占比30% 而女性更是占比57% 哈马斯是谁创造的 再加上孩子是长不大的 长大的孩子都成为了哈马斯 也正是因为如此 到现在全球认为哈马斯是恐怖组织的 只有以色列 美国 加拿大 欧盟 英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和日本 一共27个 你看看这个名单 是不是很搞笑 美国以屠杀印第安人 劫掠他们的土地立国 在他们面临绝望快饿死的时候 印第安人给他们送来了火鸡和玉米 他们却夺走了印第安人的头皮 而1947年 犹太人刚到巴勒斯坦的时候 打着那个条幅 德国人摧毁了我们的梦想和家园 你们不要摧毁我们的希望 这一幕是多么的私藏相识 犹太人和昂萨人真的是惺惺相惜 都是忘恩负义的典型 加拿大 澳大利亚 都是把当地居民赶尽杀绝 然后纠占雀巢 加拿大寄宿学校 更是公然种族灭绝 屠戮原住民的儿童 到了近几年 依然每年有大量被虐待而死的儿童尸骨被发掘 英国和日本就更不用说了 剩下的欧盟各国 法国 德国 比利时 西班牙 哪一个不是真正的国家恐怖组织 到今天 只有这些真正的国家恐怖组织 会认定哈马斯 是一个所谓的恐怖组织 而剩下的国家 都只能认定 哈马斯是巴勒斯坦抵抗组织 即使被美国操控的联合国 也从来没好意思说哈马斯是恐怖组织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哈马斯就是以色列创造的 它剥夺了巴勒斯坦人所有的希望 而按照以色列所谓的十倍血长 现在他们的图路才刚刚开始 那么接下来 他们要酝酿更为残酷的图城 在美国断然否决巴西 开通人道主义援助通道的提案之时 更为荒谬的一幕出现了 10月18日 英国美国等国家 在联合国大会 审议人权问题时 对中国进行无端指责 认为中国在种族歧视 在种族灭绝 就是这么荒谬 以色列进行种族灭绝 屠露妇女儿童的罪证 天下皆知 美国说这是他们的自卫权 他们有屠杀平民的权利 而在全球最为安全 平等和谐的中国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 美西方集团强行掰扯 进行造谣抹黑 说有错的是中国 这是多么的荒谬啊 还是我说过的 欧日韩被美国驻军 他们永远不会说中国的好话 如果驻军的是人民解放军 他们马上会跪下来 给中国唱赞歌 在前天我曾经写 美国西进运动到现在 毕竟两百多年过去了 社会毕竟在进步 文明毕竟在前进 我还是抱有幻想 认为美国好歹 要装作文明灯塔的样子 民主党虽然是伪君子 但好歹装作是个君子 我希望他们能够放巴勒斯坦的孩子们 一条生路 可惜拜登说 为了我爹 我摊牌了 我不装了 现实就是这么残酷 两百多年过去了 北美反人类奴隶主匪帮 依然还是灭绝人性的 他们在今天不抢劫印第安人的土地了 不贩卖黑人做奴隶了 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了 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文明了 而是因为卖芯片 卖军火 搞金融收割的利润 远远超过以前的生意 他们总不能从非洲抓奴隶过来 教他们怎么去当工程师吧 我们尽管经常说真理在大炮的蛇虫之内 但是有时候总还是会有一丝的幻想 认为这个世界还是有温情的 可惜 现实是残酷的 以色列对加沙的图路即将全面展开 疯狂而毫无人性的以色列 做出任何事情我们都不要吃惊 因为根据塔斯社10月18日的报道 普利策奖获得者 美国调查记者西摩赫什 也是揭秘美国轰炸北溪管道的那位 最新发布的消息说 以色列决心将加沙变成广岛 只是不会使用核武器 面对这一幕 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吗 遗憾的说我们能做的非常有限 因为我们的实力还不足以支撑 我们的战力还覆盖不到中东 我想说的是 大家都知道全球有两个火药桶 一个在东欧 一个在中东 美国没事就把这两个火药桶点燃 但事实上还有一个火药桶 只是美国没办法点燃而已 美国在中国周边有313个军事基地 有着全球超过60%的驻军 美国最想点燃的火药桶在东亚 但是东亚已经长期无战事 人民幸福美满安居乐业 因为中国高速增长的工业实力与军力 让美国无从下手 几年前在美国蠢蠢欲动的时候 解放军发言人正告美国 我们已经做好牺牲 某某以动所有城市的准备 当然美国人必须做好牺牲 数以百计城市的准备 在那一刻 美国是肝胆剧烈 这个一直以支配他国尊严 践踏他国人民为乐的诽谤 第一次感受到了 也要被别人所支配的恐惧 今天我们虽然能守护的范围 正在不断增加 但还没有能力去解救世界 且不要说这个 我们都还没有讨回自己的公道 80年前 屠戮三千五百多万中国军民的柜子手 依然还被日本军国主义败在禁国厕所里 恶果累累 庆祝难输的731部队 也在美国的庇护之下 逃脱了清算 所以到今天 我们能做的还是有限的 只能加倍努力 让人类命运共同体 更早一日的到来 以色列即将开始图成 我们不知道哈马斯有什么后手 我们只能祈祷出现奇迹 力挽狂澜 还是我说过的 如果巴勒斯坦一天都扛不住 那最终的结果 就是围观的人群全散了 一切归于平静 巴勒斯坦或许将不复存在 以色列下个目标将会瞄准一了 如果巴勒斯坦能扛住七天 十叶派之乎将会全面进入 中东各国也会蠢蠢欲动 如果巴勒斯坦能扛住一个月 那阿拉伯国家将信心暴增的 讨论组织联军 以色列将会摇摇欲坠 真主党全面出击 伊朗鼎立支持 美国急于推动两国方案 甚至要帮助巴勒斯坦建国 而俄罗斯呢 忙着开辟第二战场 土耳其坚定地表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日韩陷入深刻的恐惧 全球再也没有国家敢轻视巴勒斯坦 而巴勒斯坦青年 潘布罗一手挥舞巴勒斯坦国旗 一手挥舞投石锁的那张照片 将成为传世的经典 成为勇气的赞歌 好的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 关注土豆 点赞收藏扶鼻录 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继续